刘薇薇,我们和广东队打的都比较出色 而且我们得了125分,其实不错 大家发挥的都很好,但广东队无一做的更加出色 特别是在比赛的最后时刻 广东队的好几名球员都展现出了他们出色的经验以及技术 他们在这方面确实比我们强 但我们一直是抱着学习的态度向广东队学习 即便是一键联金商修赛,但他们的底蕴犹在 我觉得广东队很好地给我们上了一课 即便是主帅杜丰离场,但他们的阵型节奏还是没有乱 打得还是破具章法,在这方面就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在关键时刻,应该如何将球打好,应该如何处理 广东队在这方面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 而且通过比赛,我们更好地找到了彼此的差距究竟在哪 通过后续的比赛,争取让浙江队能够取得更大的进步 目前,就在最后时刻 还是体现出了我们和传统强队之间的差距 特别是在细节处理,以关键球处理等方面 彼此之间还是存在着不小的差距 其实在赛前,刘知道针对防守已经做了冲突的准备 但我们的执行还是没能到位 尤其是针对外援的防守,在关键时刻 还是没能顶住对方的猛攻 今天回去还得好好总结 因为今天的比赛确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学习机会 通过刘伟伟和吴前的总结,我们不难发现 浙江队与广东队之间还是存在着不小的差距 尤其是在球员的厚度方面 他们之间的差距就更明显了 最突出的就是广东队的五上五下阵容 更让他的优势净显无疑 看来,浙江队需要加强的地方还有很多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